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 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 这样一个系列课程 好 这节课呢 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三讲 那我们第三讲是讲什么呢 主要是来认识一下这个Cafe Script 这样一个语言 它是什么语言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 官方描述是什么呢 它呢是一个比较小巧的一个语言 它是做什么的呢 编译到JS的这样一个语言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这个语言呢 因为呢在下一节课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这个 脚本代码的一个编写了 那么在这之前的话 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这个Cafe Script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使用这个Cafe Script 来编写我们的一个代码 所以呢 我们就来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个Cafe Script 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语言 然后它的官网呢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当然由于是这个国外的一个网站 可能会比较卡 好我们先不管它 现在放着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来使用Cafe Script 来编写这样一个JS呢 原因在哪儿 我们就要来分析它的一个优点和缺点呢 它的优点呢是什么呢 语法简洁 然后编写速度快 这个呢 待会我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也会让大家体验体验到 然后第二个呢 它是能够有效的一个避免JS的一些槽点 好这个呢 是它的主要两个的一个优点 它的缺点有哪些呢 就是说 因为它的语法呢 是采用这个缩禁来控 有很多缩禁 所以它这个缩禁呢 是比较比较难控制的 所以这个呢 是我认为的它的一个缺点 但这个缺点呢 是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一些方式去避免 然后第二个呢 是它不兼容现有的一个JS文件 这个怎么说呢 实际上它本身是可以直接包含JS文件内容的 但是呢 需要我们做一些处理才可以 那这样的话 就不是我们最直观的 改改文件名就能够实现的 所以呢 我认为它是不太兼容这样一个JS文件的 所以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缺点 好 分析到它的一个优缺点之后 我们来看它的一些用户 好 这个地方呢 是我在这个GitHub上去复制的一个链接 我们来看一下 是有哪些项目或者哪些人使用这个Cafescript 你看从我们的这个搜索结果来看的话 它是相当多的 5千多 5万多 5万多个仓库都是使用的这个Cafescript 看一下 都很多 而且这种都是比较出名的一些库 还有这个 好 所以呢 它的用户量是非常大的 好 接着呢 来进入我们这只课的一个正题 也就是真正的一个实力演示 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对这个Cafescript也有一定的一个兴趣 那我们来真正的来写一下它的一个代码 才能发现它的一个一些妙用 好 我们从一开始来看 从最简单来看呢 就是什么呢 负值 负值 应该怎么去写呢 我这已经写好了这样一些 这是我们上节课实现的一个内容 我们先在这儿做一下练习 就是这儿加一个demo这样一个文件 文件加 然后呢 看一下 这里本身就自动有这个Cafescript这样一个文件 这儿呢 我们就写demo1 好 新建 看一下 当我们新建Cafescript文件之后 那么这里就会有一个提示 是否要监视这样一个Cafescript 然后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说当我们有变化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Cafescript文件 然后编译成JS文件 所以呢 为了方便 那我们就直接AID这个玩意儿 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一个程序 用什么来编译它呢 那这个地方就需要我们来另外做这个处理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好 其实呢 是采用 我们的还是我们的一个命令行 这里呢 我们要编译Cafescript 所以说呢 我们要先安装我们的这个Cafescript 好 这个杠机什么意思呢 杠机的话就是说 Global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全局安装 所以呢我们要首先去安装这样一个东西 安装好了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选择它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处理了 那么这儿呢 我们就暂时先不管 因为那个还没安装好 这儿我们就可以开始先写我们的一个脚本 好 我们刚看到了 我们第一步要写的是这样一个什么呢 复值 复值应该怎么来写呢 很明显 如果是Jest的话 我们的一个复值应该是定义一个变量VRLum等于1 好 这样子 那如果是Cafes 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很简单 等于1 就完了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语法更简洁了 当然 我们的Ball类型也是一样的 都可以直接简单的这样进行一个复值 那如果是一个对象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去复值呢 如果是一个对象的话 同样的 我们的OBJ 注意了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大括号的话 是可以要可以不要的 如果不要的话 那么它的涨就变成了这样 看一下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边有没有安装好 注意看 已经安装好了 它们它的路径呢 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给它选中 复值一下 在这个Win10里面的控制台的话 是可以直接选中进行 Ctrl-C 复制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我们再来添加 注意看 安装好之后 我们就直接 选择它就已经找得到了 好 添加好了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来看这样一个效果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直接保存 保存之后 注意看 这个demo1.cafe 它已经变了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类似于文件夹的一个存在 当我们点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JS 和这样生成的一个MAP文件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变异 这个Watcher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它生成的一个效果 是怎么样的 注意了 我们的一个变量定义 然后对象定义 在这儿都写好了 而且都是比较规范的一个写法 我们同时呢 也可以在这个J 在它生成的这个JS里面 去学习一些更标准的 一些JS的一个用法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变量的一个定义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变量定义 那我们是不是还少了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怎么定义呢 注意了 一个中衡线 一个大于符号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写内容呢 OBG.A 加上LUM 当然 因为我们只有一句代码 我们可以不用写 这样 Return 直接这样子 看一下 生成出来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方C 就直接Return出来了 所以呢 它也能帮我们把每一个方形的最后一句 它会自己去推断 然后呢 生成我们这个Return 语句 好 我们再来接着看 这个呢 是我们的对象的一个 复值 包含基本类型 函数 还有函数默认值 函数默认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的一个函数有参数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Function2 Function2 它呢 是一个带参数的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传一个age 好 当然 同样的方式 ConsoleLog 当然 我们还要传一个Lame 注意了 这儿 这儿先不用那个更新的特性吧 我们的做法就是Lame 然后 加 age 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写的话 如果Lame和age为空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那就不好处理 那如果我们想默认传一个age 默认等于20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等于20 那我们编译出来是什么样 结果呢 看一下 如果age等于Lame 它的2 就应该等于20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方形的一个默认值的一个实现 注意了 再次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没说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注释 好 对象声明 应该是变量复值 变量复值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函数定义 这个呢 是我们的函数默认值 好 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条件判断 这个判断呢 我们就有几个简单的 还有if else 简单判断应该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要给一个对象复值 比如说我要来一个称呼 就叫str 然后等于什么呢 它呢 是首先是等于一个 就等于str的 那如果我们想给它加一串 if什么什么 它就等于多少 那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 单个的一个if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加等于 加等于 abc b if str if age 我看看 好 if is right 这个变量用起来 好 我们看这个时候生成的一个代码就是什么呢 首先 生命的这样一个str 当然我们前面还有一个生命的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if判断 if 然后加等于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写法就相当简单 直接一句话就写完了 那如果稍微复杂一点 就变成了标准的if else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应该是if 注意了 这个地方 if是可以省略这样一个括号的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写法就也比较简洁了 这里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判断等号应该是三个等 但这里呢 在calf里面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我们可以使用ease这样一个括号 关键字 来判断 如果它等于str 那么它就应该加等于abc else 当然还有elseif都是可以的 isabc 好 这样出来的结果是长什么样的呢 看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if else 另外呢还有一个范围判断 比如说怎么说呢 嗯就比如说 estudent 怎么来判断呢 如果age 小于25 然后呢它又是大于我们的这个 大于10吧简单一点 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 给一个tool 给estudent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一个写法就变成了 estudent 它是等于什么呢 age 大于10 同时又小于25 中间有一个 并且 好 这个呢就是它转换出的一个结果 好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这个的一个相关的 这个叫区间判断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范围判断 好 好 我们接着往下 再来看我们这个宿主 宿主的话它是比较一个复杂 复杂的一个内心 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写宿主 好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写 看一下是不是比 js里面的一个宿主要稍微简单一点 没有var没有分号 这样的话都是多余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们可以省掉 不用 那这个时候的输出的一个宿主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这样子 var已经提到这儿来了 are 看一下 等于 有了宿主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去便利它 那这个时候我们便利一个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in 注意了 好 你看这里直接都给我提示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因为我们没有下一行 那如果我们有下一行之后 那会不会出问题呢 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输出来 这个item 好 注意看 结果就是什么呢 定一个i 这样来循环变量来循环我们这样一个速度 然后呢 item 付一个值给item 然后呢输出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for循环 相对来说也是比以前简单的多 如果是js的话我们就需要写vr一大堆 然后呢再来做concel 好 速度定义 速度便利 还有很多新特性呢 我们可能设计不到 好 最后呢只给大家说我们这个常用的 对象呢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们定义对象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们这个对象里面不仅仅 可以有这些我们还可以有函数 对象里面的一个函数 好 这我们就不用retour了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注意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ant符号 看一下 它上前的一个结构是什么 raise.a 那如果我们 直接执行opg.a的话 是什么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哦 不能这写 我们的这里写 我们可以直接concel.log 我们的opg. 什么呢 放 既然要执行 我们就拿出来跑一跑 我们看能不能直接run 不能 那我们直接还是跑这个 他认为他的语法过不了 所以我们来跑这个js代码 注意了 他说我们这个age什么呢 首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输出了一个5 这个5是哪来的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concel 这样一个a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 student这个地方出错了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age没有定义 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想它正常的话 我们就需要 在前面 处理一下age 等于12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concel.log 我们的instudent 好 我们直接点看一下没有 5出 然后呢我们的13579都已经完全出出来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用咖啡写出来的话是39行 一共的话 460个字符 那我们生成一个js有多少呢 生成的js有55行 800多个字符 所以呢看一下我们省得很多东西出来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优势 好 接着往下看 循环除了for的话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wild 那我们看一下wild循环 同样以我们的这样一个 宿主为例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 concel.log 这里面呢我们来填写我们的一个呢 宿主.pop 然后呢wild 我们的一个宿主点什么呢 lens 是大于0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进行我们的一个输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13579 97531 是不是就给我们道序输出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wild来做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接着看 除了循环的话我们还有这个推导 这个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来直接举例来说明吧 还是拿这个因为这个循环已经空了 所以说我们再来做一个 好推导 这个地方呢我们来定一个素组定一个对象 当然我希望另一个方式是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可以看起来更有节奏感一些 当然这是个人觉得这个呢 这个大括号加不加 就看各自的一个习惯了 好 k等于bc value等于def 注意了 这儿再讲一个 如果是JS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class是没有办法来进行编写的 但是如果是在这个Cafe里面的话 我们是可以这样去写的 我们看一下 它最终编译出来的话 是会把我们这个关键字给打上双引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存在这个关键字的一个问题了 好 有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还能怎么做呢 我们同样可以调方法 console.log 我们都用输出的方式 这个地方括号是不用 可以不用写的 可以只用空格来代替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kvalue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for一下 这个k哪来的value 就是哪来的 然后呢 它是来自我们的这样一个对象的 我们看这个时候编译出来是什么结果 注意了 它编译出来是长这样的 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object to denounce是找不到的 所以呢 这种方式是不行的 那如果是对象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考虑下R5 我们看生成的一个结果 再来执行一次 kabcvaluedefclass thisisclass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便利了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输出 看起来也一句话就写完了 那如果我们还想加点东西怎么办呢 如果加一个问 k isnt 当然我们有e's就有isnot 那这个就是简写就是isnt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k不等于k 那我们编译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当它不等于k的时候 那我们才会输出 再跑一次 看一下 它就只输出了两个 当我们的k 已经 不能不能等于k了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优势带判断 还带推导的这样一个表达式 好 接着往下看 函数调用 函数调用 那如果我们需要调用一个函数应该怎么做呢 很明显 比如说我们刚刚定的这样一个函数 方2 那我们这就可以直接调 方2 当然我们需要传一个参数 当然第二个参数的话是不用传的 我们就 我们就随便传一个 好 小名 我们看这样说出什么什么结果 注意了 报错了 方2没定义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2 是什么 哦 是名字写错了 是方C2 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 这个Cafe的话它是不会给我们提示这种代码逻辑错误的 它只会给我们检查这个语法有没有错 如果语法是对的 那么它是不会给我们检查这样的一个逻辑错误 所以指望它能改一些bug 它是比较难的 这儿 好 改一些这种手务是比较难的 看一下我们就输出了 而且我们这个默认值也已经打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想定义的时候就直接调用了一个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一个do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匿名来做一个 self-core 是调用 好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会不会打印出这样一个东西出来 看一下 已经打印出来了 实际上呢 它的一个写法就是 一个 自制型的一个函数 好 所以呢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字调用 好 除了函数字调用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呢 存在 存钻以否 那这个怎么来做 做处理呢 比如说我们要判断一个变量 到底存不存在 比如说 呢 那 园 如果 相片 里面 下去 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判断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会不会打出来呢 不会 为什么没有打出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生成的一个代码 如果它不等于那 那么它就会 打出来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刚好又复制为nar 所以它打不出来 但是有一点 这个转换成的一个接色的话是不等于是一个等号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改成ultified 那么它也是打不出来的 看一下 因为ultified和nar可以进行一个转换 也就成了一个相等 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这个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用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给对象给变量负值的时候 就会判断一个 好 这种做法 我们看一下他生存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哦 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子 好 看一下这边 如果它等于那 那么它就等于AA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做法 有点类似于cshop里面的一个两个问号的做法 如果 如果 付 或者 undefined 那么 我付这个 好 这里我们也加个注释 这里我们也加个注释 自制性反数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嵌入JS和这个try看起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嵌入JS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比如说如果我想在这里面又写一段JS代码 比如说我要想写faction 请abc 复制vr 我要复制给fungc3 concdlog fungc3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一个 顶上的一个符号 那这样子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执行fungc3了 看一下有没有执行出来 好 方式3已经执行出来的 生成的代码的话就变成了原样的我们的这个JS代码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嵌入这样一个内容的话就应该用这种做法 同时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个缺点 它不兼容这样一个标准的一个JS 因为我们要需要来做一些一个特定的一个处理 比如说给它包起来 那么才能够认识 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它不兼容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try看起 当然try看起 按照我们的以前的一个写法应该是try 然后呢是catch 然后呢是finally finally 那我们这一边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Coffee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写一个语法 我们应该是省略这样一个大括号的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在这写 比如说使用未定义的一个变量 A5等于6等于A 我们看这样的用法会不会错 看起 如果看起有错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arrow 这里呢就会直接concel.logarrow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finally 那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把一个finally出来 finally OK 我们看这个时候甚至说代码是什么呢 A5等于A 然后我们这个A5上面有没有声明 看一下已经声明了 所以呢 它没有任何错误 那如果我们想到的错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使用原生的这样一个js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执行一次 我们的这个finally就已经打出来了 当然 当然 finally已经出来了 哦 有问题啊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这边 A5 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有没有定义呢 没有定义 然后这边直接进行了一个 复制 我们这个addle并没有打出来 为什么呢 再开跑一下 再开跑一下 也没有打出来 我们再来这样 哦 不然在这儿写啊 abc 我们看这种写法 好 注意了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abc已经出错了 那这个如果是A5等于它为什么没错错呢 这个是因为呢 我们的一个在js里面这个变量的这个前面的这个VR是可以不需要的 所以这个变量也不需要直接定义好 我们如果直接用A5等于abc的话 等于一个值的话 那如果后面的值是能够访问到的 那么A5也就是创建了一个全局的一个A5出来 啊 所以呢 我们需要再把这个错误放在后边等到后边 那么才能够出现得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简单的这样一个咖啡的一个语法的一个讲解 另外还有一个注释就是我们的三行的一个注释 这个里面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多行 看我可以放在多行 看一下 像这个这个编码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我们看是使用我们三个警号的这种注释的话 它会生成到我们的这个js里面去 所以呢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关于这个咖啡的语法部分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还有更多的一些语法 我们可能我们会在这个后面的实际项目中呢 为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在这一刻之后的话 还有大家有一个客户的一个任务 就说了什么呢 把这篇的一个代码给它改写成我们的这样一个咖啡 相信大家都这个语法已经有一定的一个了解了 更多的一些语法详细的话可以在这个官网去看 之后呢 就应该我们来练习一下 那这个机房就是给大家练习的一段js脚本 可以把它改为这个咖啡 然后呢 再运行起来 那么也就差不多理解了这样一个咖啡的一个使用了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到这儿 下一节课进入我们的构建的一个讲解 我们下节课再见